南投县进入青梅的采收期 因此县府日前也来到新立乡农会办理 宣传记者会 邀请乡亲预约各农会推出的体验行程 不但相当特别也非常多元 也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今年由于梅子产量增加 所以为了帮助青梅的销售 所以特别提醒全国消费者 不要忘记了吃梅子做梅子 所以我们今年梅日节的主题就是 您亮了梅 农会另外配合农委会做食农教育 的活动主要有三个主軸 第一就是所做青梅DIY的活动 第二个就是来去山上煮一餐 希望藉由这个活动 能够把梅子推广出去 县府农业处长也表示 今年的主题您亮了梅 从三月到五月 包括信义 国姓 仁爱 水里香农会等 都有推出许多的活动 欢迎民众共同参与 今天我们看到所做的青梅也好 或者是这个以当季的苏果 四季苏果所做的这个所做蔬食 其实都是当下食当季最好的一个展现 那用在地的一个食材 其实结合了食农的教育 今年主题以梅子你亮了梅 那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些活动 不管是在我们新义农会 水里农会 国姓农会 以及仁爱农会跟仁爱公所 从三月到五月九号的这段期间 在在的都能够让所有的各位乡亲 在后疫情时代尽量能够稀加代券走出户外 先议员王秋处表示 目前进入青梅采收期 也推出许多丰富的活动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 在三月份至五月份都是我们梅子的产季 喜爱我们梅子的好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 一定要来我们新义乡 水里乡 还有国姓乡 人籁乡 这边都是我们梅子的产区 我们新乡农会也有举办我们梅子的一个饗宴 有我们的梅子餐 这边是以采我们的预约制的 希望我们的 喜爱我们的梅子餐的朋友们 可以到我们新乡来 受疫情影响 农会有别以往 帮你千人柔美的活动 采预约报名制 王秋淑议员也欢迎 想要体验的民众 可以前往洽询各农会 记者邱评逸 新的采访报道